大家好,今入九月份,气候没有那么高了 我们的经济医院也逐渐的恢复生长 看顶端的这些新芽就会撑撑冒 这时我们就要给它养护起来,才有利于它长得旺 那么我们要如何养护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给它光照 之前是给它散色光处养护 到现在由于光照逐渐的变弱 但是呢,我们还有一点是注意的 如果是在南方养护 在中午的光照还是比较强烈的 我们要进行给它遮阴,避免叶片被灼伤 第二点就是养分 因为逐渐的恢复生长 我们就要给它追需养分才能满足生长需求 使它长出的新芽更加多 那么追需养分的话就使用一些肥力比较温和一点的 虽然植株逐渐的恢复生长 但是呢,它的吸收能力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使用一些肥力温和的 就不会引起肥伤肥害 我们可以给它交换这种兜油型的有机营养液 使用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土壤给它产松 更容易把它浇透 不会出现半截水的现象 接下来呢就是给它兑水 准备一千毫升清水 然后呢,再给它兑入一克 今天换根一次,一定要给它浇透 第三点,如果所在的环境相对湿度比较低的话 我们要给它喷洒这水物,让它长势更加旺盛 也能清洁叶面的灰尘 好了,这就是九页份 我们要如何养护军军一页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